成山日出风是最受大家喜压的韩国观光景点之一 这里是十万年前由于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的 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 日出风的风顶已经成为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 日出风是在冀州的最东边 也就是最早可以看到日出的地方 这里有个说法是在元旦那天 站在日出风可以看到新年初出的太阳许个愿 你的愿望会成真哦 成山日出风是屹立于冀州岛东端的一块巨大岩石 为韩纳山360个紫火山之一 也是世界最大的突出于海岸的火山口 而现在这日出风已经成为人们观光旅游的最佳场所 走近发现 其实整个成山日出风郁郁葱葱 正对着我们的是一片辽阔的草坪 既可以散步也可以骑马 听说成山日出风有将近600英尺高 从卖标所到山顶也就只要二三十分钟的步行时间 总共只有500个台阶 那对于我这身轻如燕 行动敏捷的爬山高手来说绝对不在话下呀 成山日出风只有500个台阶 听起来好像很少 但是我们刚才走了这么远 这里才是第一个台阶 天哪 走了一大段 原来这里才叫做开始啊 顺着小路向上攀爬 偶尔我们也看到了几位从中国来的游客 从浙江专门来这里旅游 因为这里很漂亮 空气很好 环境很干净 然后这个地方也很美 山顶上有火山岩 有一个棚地 然后很漂亮 那个山味好看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季州岛的全貌都特别漂亮 然后有山有水呀 都特别水都特别清澈 会非常好看 然后心情特别好 你觉得累吗 还可以吧 因为中途有休息的相对比较人性化 所以会比较舒服 灯顶俯瞰 巨大的火山口呈现眼前 时间迁徙 这里已经被绿色植物所覆盖住 在韩国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文讲解 来到城山日出风的风顶 我们还遇到了一位会讲中文的韩国大叔 这个火山是世界文明的 文明的 很美丽的火山道 现在被联络过 被决定为世界级大旅程 世界地质公园 世界期待这种景点 城山日出风真的是个看日出的好地方 视野开阔 风景独特 如果你支持几州岛的美丽景色 其身新七大自然景观 请到www.new7wonders.com 投下您神圣的一票 落成18台 吕嘉一在冀州岛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